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最近的讲话中点名批评中共 认为中共在互联网审查方面将面临独裁者的困境 他并表示美国政府将追加资金 支持软件发展商研发更好的翻墙工具 而新浪微博在中文搜索中马上屏蔽了关于希拉里·克林顿的搜索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上周二发表了批评中共压制互联网自由的讲话 因此引发的风波有扩大的迹象 美国《华尔街日报》17号报道 上周三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使馆开设的腾讯微博上 引述了希拉里演说的其中五段说话 并留言询问网友意见 这些帖子被一些网友转发 但后来全部被网管人员要求删除 对此洪博培发表声明说感到失望和讽刺 同时美联社报道说 希拉里一词在新浪微博中文搜索中被屏蔽了 中共外交部上周四也批评奥巴马政府有关互联网自由的政策 称他是企图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美国政府支持这种互联网自由化 势必要对这个中国封闭的信息 尤其是以前的历史旧账会有越来越多的历史旧账翻出来 所以说他们恐惧这一点 所以说他们以一贯的这种口径说反对希拉里干涉中国内政 希拉里上周二在首都华盛顿发表的演说中重申 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推动全球各地民众能够自由和不受阻碍的使用互联网 他在讲话中说 美国今年将追加2500万美元 让软体发展商研发更好的上网工具 并且帮助他们突破例如中共防火长城这样的网络限制 我们非常欢迎看到这种局面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网络被封锁的这种状况 然后有大笔的资金投入到对突破网络封锁的技术上的研发 我们希望这个国际社会包括西方的一些国家 能够帮助越来越多的中国网民从突破网络封锁 来到一个自由的互联网世界 在最近的突尼斯和埃及推翻独裁政府的行动中 推特脸书等社交网站发挥功不可没的作用 而在中国这两个网站都被封锁 北京通常遮罩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新闻网站 也不准网民谈论被视为敏感的话题 例如埃及民众抗议迫使总统下台事件 因为信息的自由流通使他们感觉到的恐惧 就是说他怕人们有这些各种不满情绪的人进行联合 规定到底还是他们会害怕发生 通尼斯埃及这种事 金拉里在讲话中说 张永潘认为美国的自由流通 美国政府提倡互联网自由化 支持的是一种普世价值 而中共走的是一个反普世价值的道路 新唐人记者李静、周平 特约记者林立采访报道 令人赦领地之后 北约记者林立采访报道